大家好,欢迎来到八卦娱乐圈 最近在相关资讯平台看到了一个有趣的数据 月谈主流男歌手营销统计 数据统计了当前主流男歌手在微博的热搜情况 根据该内容 我们大概可以看出哪些歌手在频繁营销 同时正好也和各位聊聊 歌手们如今都在做什么 张杰最多 从图中数据来看 张杰的热搜数量高达158次 这个数据依偎住 平均每个月张杰的热搜就有32次左右 这个数据已经是顶流存在了 张杰之所以有助这么多热搜 无非是因为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演唱会 作为内地乐坛演唱会三强之一 张杰目前的演唱会是仅次于薛之谦的存在 所以每次演唱会开始 演唱会开麦 都能够登上热搜 第二件事情则是生生不惜宝岛记 作为一名唱将 张杰参加翻唱为音乐综艺自然会成为最亮眼的存在 歌曲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想见你在演唱以后就迅速走红 并且直接登上了热搜 综合来看 张杰现如今正处于事业的上升期 在综艺和演唱会双提高的情况下 很需要一首原唱出圈曲让热度更上一层楼 周深 华晨宇相差不大 聊完了第一梯队 咱们接下来聊聊第二梯队 第二梯队分别是周深和华晨宇 两位歌手第一季度的热搜次数分别是135和136 这个数据是多还是少 综合来讲 两位歌手其实都不算多 因为两位歌手在第一季度都比较忙碌 先说周深吧 作为时光音乐会的常驻嘉宾 周深在节目中表现颇为亮眼 并且由于唱功足够强悍 每次演唱歌曲往往都能登上热搜 比如听见下雨的声音 月光 另外 最近真人秀宗一奔跑八关 宣周深将会继续常驻 常驻嘉宾自然就会上热搜 每一次路透也能够上热搜 本质上 这是热度的体现 那么华晨宇的热搜为什么会这么多呢 其实华晨宇和张杰是类似的 两位歌手都参加了生生不息宝岛记 并且两位歌手都在举办演唱会 看到这里各位或许也看出来看 华晨宇目前的热度在新生代歌手里面 依然是比较高的 许松最少 接下来我们聊聊 热搜最少的主流男歌手 他就是许松 热搜数量仅仅只有20 乐坛一直有助这样一个说法 许松淡薄名利 尽管目前许松参加了综艺节目 并且也参加了晚会 但是从热搜数据来看 许松确实没怎么营销自己 哪怕只是春晚舞台的一首歌曲 许松就可以一直热搜到现在的 只需要自己公司买热搜就可以了 这样的热搜话题并不难找 所以其他歌手如果也想吹自己 从不营销的话 不如晒出自己的热搜数据 嘴巴会说谎 热搜次数可说不了谎 影集歌手依然需要营销 看到这里或许就有朋友会问 影集歌手是否需要营销 在我看来 无论是什么样的歌手 其实都需要营销 因为只要懂得营销 就可以越来越好 更何况 原本就处在顶级位置的歌手 走正面路线营销 只会越来越红 互联网永远有新人出现 终生代歌手们也需要进一步 提高自己的影响力 周杰伦和林俊杰两位歌手的 热搜数量差不太多 分别是56次和53次 两位歌手的热搜主要来源都是演唱会 属于是实力派热搜了 看完以上信息以后 我想大家会对歌手的营销有不同看法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聊聊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